再次表達對於凱凱的離世 以及所有愛她的人深深的歉意 再次為了凱凱案公開致歉 蔣萬針對兒虐疾保齡中毒案 副議會專案報告綠白炮聲隆隆 外表一定要裝得不沾鍋 遇到危急的時候一定要擠甩鍋 這就是馬英九的雙鍋裡面 告訴你不要公信變私塾的人 就是個混蛋 議員斷中取義 台北市交響樂的曲名是什麼 是悲多芬的悲創咒名曲 七加一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話 我要問的是 北北基討你們合作 提出了什麼樣的推動內容 綠白炮火猛公認為蔣萬 不只選舉證件全變調 精進作為夜輪控化 另外針對保齡中毒案件 藍營議員劉采薇踢爆 衛福部第一時間不願查扣食材 甚至致電關切北市府 第一時間他們是不願意 但我們在積極溝通 是不是有接到這個中央的關切電話說 為什麼要停業所有保齡的分店 甚至質疑為什麼要做這麼的絕 的確可能為了避免波及無辜 當然都會都會有這樣的討論 所以這很顯然就是中央在護航保雷 是 蔣萬也證實卻有此事 北市一位加開專案報告 面對包含食安 而虐台之光等爭議四大案 蔣萬得一一彩蛋 三選郭宗採用S小組 台北什麼的 下公家的 在馬上 失敗 議四大罷子 還是 心 洞